大家好,今天帶大家來海上居看一個高層複色的豪華單位 首先我帶大家來看的就是客廳的部分 客廳的部分是採用中空的設計 樓底高達6米 而且客廳可以對望拱北口岸一帶的海景景觀 客廳亦預留了位置可以和朋友探美酒之餘 還可以享受美景 我們打開露台出來看看 外面的景色是180度的無敵海景 看看由圓關對出去露台的位置可以約一班朋友一同離開Party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飯廳 飯廳的位置亦都很闊落 可以坐到10人以上的聚餐 廚房採用中倒式的設計 就算三五支幾同時來煮飯也沒有辦法 而在廚房邊還有一個工人套房 首先我們來看看一樓的套房部分 首先第一眼看到的套房就是廁所 乾室分離而且有氣窗 光晚之源也不怕潮濕 房間就做了入場櫃 讓空間闊落之餘 還可以放上小梳化和化妝袋 客廳也有一個獨立廁所 不用每次進房間去廁所 再出來我們會看到一個 嘩一聲的天體浴缸 加上絕無遮擋的一線景觀 我們沿著樓梯就上去二樓的位置 首先我們到達就是兒童房的位置 廁所依然都是名次設計 房間位於單邊的位置 因此景觀超過180度 接著來到書房的位置 書房是由一個很大的落地大玻璃組成的 所以陽光是絕對光晚 補充一點資料給大家 建築面積為3929隻 上面積為291.99平方米 入房的期為2017年 來到主人房的位置 主人房是一個套房的組成 而且房間仍然是三面搭必顛 面面也有大窗 面面也有美景 去到廁所的位置 設計車為主人翁做了兩個寫手門 就算兩夫婦同時間趕著出門 也不會影響到大家 另外,臨浴區和座次區都完美分隔開 還設有獨立的浴缸 來到華麗的轉身 就會看到一個極大的衣帽間 以後老婆就算買衣服 也不會怕沒有地方放 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快點打給我們來約看